音樂 音樂 這座Opera House 2008年就建設了 這裡是一個大自然 遠看它好像一座冰山 設計師會覺得 在大自然環境下 建的好像會破壞 所以建設了這座冰山的Opera House 就可以融入大自然 我覺得這裡的設計非常好 除了可以看Opera之外 你在這條斜坡旁邊的環境 可以做很多事情, 跑步也有 有很多人在上面會踩單車 或者踩板板 我還是覺得打機比較好玩 打機?我女主要打機嗎? 對, 我最喜歡就是打機 沒興趣看? 不可以的 走走, 年輕人 這個Kymen真是只要與他做導遊 也不知道他道歸了去哪裡 來到首都奧斯陸 號稱是挪威七、八年來 最偉大的文化建築物Opera House 他竟然說想走 不看建築物, 也看看他有多高貴 你看看多高? 而且真的很貴 足足花了七億美金去打造出來 單單是用大理石鋪成的白地毯 已經是價值不菲了 設計師多貴都堅持用這種意大利大理石 是因為歌劇源於意大利 用它來建造這座劇院 總算是對歌劇的一種尊重 歌劇源於木田 使用抒田 一種字省表現的 所以說 每一種都被後劇源於這一種